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集请来的嘉宾是香港标准及检订中心营业及市场经理陈静远小姐 她会为我们讲解食品测试的种类和方法 以及业界如何不断改进测试技术以提升测试的标准 如果大家看过去的新闻 都可能留意到其实我们平时吃的食品里面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食品事故 包括先前我们有猪肉的烤喘药的问题 说台湾的饮料有素化剂 或者是鱼或者茶叶 我们驗到有孔雀石楼 有些蔬菜说是龙蜜超标 甚至是我们听到大杂下有耳鹅鹰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有害的物质 我们在平时的食品里面发现的 这也影响到我们的食品的安全 那我们究竟会怎样知道 我们的食品是不是安全呢? 而是一些是我家人 或者可能平时我听大众会听到的一些方法 他说去买猪肉 我们就去看看猪肉的颜色是否漂亮 或者要鲜红色一点的 乳红色那些我们就不要买了 食品里面有酸酸粟粟的味道 我们也不要要 也会看看我们买的食品的有效日期里面 甚至就是看看我们现在的食品上的营养标签 去看看我们吃的食物是否有营养的食物 那究竟我们做测试 是否基于这些方法 我们就可以确定到一个食品的安全呢? 当然就不是那么疑稀 那其实为什么食品要安全呢? 作为一个食品的生产商 他当然要求他自己食品的质素是要符合一些法定的要求 在香港的食安中心 其实都有一系列的要求是需要去符合的 他才可以将他的产品在市场上收买 在公众或者一般的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的意识 已经提高了很多 所以变相就是说 我们更加需要知道 究竟我们吃的食物是否安全 在政府来说 他就是为了食物去做个把关 他更加需要有一套的标准 去订定我们的食品是否安全 于是乎就是说 为什么需要食品测试? 因为食品的测试 是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清楚或者更加准确去知道 究竟我们现在进食的食物是否安全的 好 进入食品测试这个环节 其实里面牵涉到有两个大的范畴 第一个范畴就是化学的测试 化学测试 这里只是列举了其中的三项 其实是很大的 如果要我说的话 可能一天都说不完 化学测试里面 包括刚才说的营养标签 那些营养成分分析 重金属 农药 甚至是防腐剂 会不会有些受药的残留在里面 这些都属于化学的测试 第二个大的范畴就是微生物的测试 微生物的测试 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即食的食物 我们想要知道 究竟我们现在即食的食物的 种细菌量是多少 或者会不会有些致病菌 例如大肠钢菌 沙门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诸如此类的一些细菌 在食品里面 其实除了这两个大范畴之外 其实也会有其他的测试 比如说就是分子的测试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基因测试DNA DNA的测试 都经常会用在食品上 因为我们会希望知道 究竟我们用的食物 是否一些基因改造的食物 或者看看会不会 食物里面含有其他动物的成分 食品测试的方法很多 牵涉到化学测试 其实一般来说 化学测试 我们都会按照一些国际的标准 好像ASTM、AOAC的测试方法去进行 每一个测试的方法都不同 没有办法在这里很详细地解释 但是如果说化学测试 基本上都会牵涉到这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取样 看看我们要做测试的样板是什么 有些可能我们不会放入口 我们可能要先去浸皮 那些再做测试 第二个就是化学提取的过程 化学提取的过程 牵涉到可能用到不同的化学测试 去做一个提取的 最后就是将提取得到的液体 做一个仪器的分析 或者用计算的方法 去得出最后结果 看到好像三个步骤很简单 平时我们跟客户接触的时候 他们就想着 你将食物放在一部机里 他们就自己懂得去计算数值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一般来说 测试的时间可能都会有长有短 有短质可能半天的时间 才会完成到刚才说的第一 二个步骤 有时长起来 可能需要三至四天的时间 才可以完成整个测试 刚才提及到化学测试中 其中一个大项目就是营养标签 营养标签可能大家都听得多 就是1加7 这是香港政府现在针对 一些预先包装的食物的要求 当中会包括了 总热量、脂肪总量、胆固醇、碳水化合物、 胆白质、纤维、纳质和反式脂肪 这里牵涉的几个含量 其实都需要用不同的测试方法去进行测试 如果你的产品上有其他营养素的声称 例如含有某一类的维他命、抗物质 或者其他营养素 像DHA那样,在营养标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分析 这是关于一些有害物质的测试 里面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就是重金属的测试 看到表里面的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香港政府要求食物里面的7种重金属 每一种重金属在不同类型的食品上 也会有它最高的容许含量 我们做测试的时候 也需要针对这7种重金属 去查看它的含量有没有超标 这是关于重金属的 下一个是农药残留 农药残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因为其实牵涉的可能是几百种的农药 主要来说,它可以分四大类 有有基础农药 我们英文简称OCP 有基隆农药 英文叫OPP 还有除虫谷精 还有最后一种是甲基胺 甲酸脂 农药的测试也不一定是针对农作物 因为有机会噴灑农药之后 经过水流 渗入了海洋或其他地方 于是乎 在食品的测试来说 我们做农药残留的测试 除了针对蔬菜类的食品之外 例如中药 我们也有做农药残留的测试 或者海产类的食品 也会牵涉到这个测试 这个测试的要求 其实是每一种食材 它的浓药含量 都会有不同 这里没办法详细去说 不过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到这个网址浏览 下一个就是防腐剂的测试 防腐剂的测试 防腐剂的测试主要分两种 一种就是可以用的防腐剂 另外一类就是禁用的防腐剂 可以用的防腐剂 我都在这里 一些比较普通常都会用到的 硝酸盐 饼酸 三尼酸 和二氧化瘤 是否每一种食物都可以用到 这些防腐剂在上面 其实不是的 要看你是哪一类食物 它会有指定可以用的防腐剂 而它亦有最高的浓度要求 所以食品商来找我们做测试的时候 我们会看它的食材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针对一些可以用的防腐剂 我们去做一些测试 测试防腐剂的用量 会不会过高 有一些是禁用的防腐剂 基本上是不能用在食品上的 例如就是甲醛 彭酸和双氧水 这些防腐剂如果验到 其实是触犯了香港的食品条例 除了刚才那些有害物质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食品的添加剂 都是可以做测试的 其中一个就是掩饰料 即是人造色素的测试 人造色素其实在香港的食品条例里 都可以用的 有很多 以下我列出一些禁用的 亦都曾经在食品事故上发现 像苏丹红 我们发现为了令到咸蛋的颜色 比较鲜红一些 会有不法的商人 就会加苏丹红进去 所以在实验室来说 我们会針对一些 禁用的人造色素去做一些测试 如果你说咸蛋 尤其是中秋节的前夕 一些食品商 他们就会拿咸蛋来 给我们做测试 测试 究竟他买回来的咸蛋 是否真的符合 香港的食品条例 没有禁用的人造色素 好 刚才那些是添加剂 或者有害物质 其实有害物质 除了重金属 农药 这些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 好像瘦药残留 什么是瘦药残留呢 我们会发现 一些动物的食材 例如猪肉 鱼类 我们有时会发现 一些抗生素 或者瘦药在里面 原因就是可能在他们 制养的过程 是需要用到一些抗生素 或者药物 去确保那个动物是健康的 但是呢 因为可能用药的时间 他被宰杀的时间太短了 那些瘦药 就依然残留在 动物的身体里面 那变上 当它变成食材的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 吃下去 身体里面 就会影响到 我们身体的健康 受药的残留 其实有很多 那里面 抗生素 是一个比较大 和经常会发现的 一些物质 那里面 你会看到 我都收了 其中两个比较常见的 其中一个是 绿梅素 另外一个是 金梅素 另外 在猪肉来说 就会有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 本身是 烤串药 也在猪肉箱 其实在它 自养猪脊的时候 也都发现 如果猪脊吃了克伦特罗 如果猪脊吃了克伦特罗之后 它猪肉的脂肪比率会降低 所以它会称为瘦肉症 有一些不法的伤症 为了令猪肉的脂肪量 减低的时候 也可能会用到这一种药 我们做测试的时候 也会針对不同的食材 去看最常会出现的瘦药 我们去做一个测试 另外有一些就是化学的污染物 例如素化剂 三绿丙醇 三绿青胺 三绿青胺 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 就是在奶粉里面曾经发现过的 孔雀石鹿 先前就是在鲁鱼上 大家会发现到的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化学污染物 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而也有机会在我们的食材上去找到 好 刚刚说的全部都是一些化学的测试 我们第二个比较大的范畴就是 这个微生物的测试 微生物的测试 基本上是一个食品卫生的指标 究竟是否安全食用 吃了会不会生病 这是其中一个指标 所有即食食品的微生物含量 是需要根据食安中心 即食物安全中心的指引去看 究竟是否符合 不同类型的食物 是会有不同的标准 比如说刺身 和可能面包 其实在食物安全中心里面 它的微生物的要求是不同的 我们测试实验室 会基于食物是属于哪一类型的食物 而去判断究竟是否符合含量的指引 总细菌素 总细菌素 顾名思义就是说它的总细菌含量 总细菌含量来说 在食物不是说不可以有 但是有的量是一定要低于标准 才能符合香港的要求 致病菌 致病菌一粒都厌多了 所以在香港的食品条例里 致病菌是不能存在在食物上 以下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致病菌 在食物上会找到的 包括大肠钢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三门氏菌 利斯特菌 或者霍乱胡菌 微生物测试来说 基本步骤我这里也用一个简化的方法去介绍给大家 也有一个取样的程序 你会看到我们需要将食物放上一个媒体 这是一个阿加细菌 我们将它在阿加细菌上掃一掃 因为细菌是需要生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会放在一个适当的温度的爐里做一个培植 若干的时间之后 我们就会拿出那个细菌 去计算它有多少的菌落数 如果它的细菌出来 是有一个个 其实已经代表它有细菌 我们就会数一下 究竟它的细菌总数是多少 不同的细菌 可能需要用到的细菌 都会不一样的 所以就要视乎 我们现在要检查的是哪一个测试 去做相应的配合 其他测试 刚才我提及过基因的测试 这是一个很热的题目 因为过去两年政府已定立了商品说明条例 如果你声称你的产品里 已经含有某种食材或材料 其实你是必须一定要有的 基因测试就可以查到这一件事 如果你说你的食品 会含有烟窩的成分 我们就会在食材上提取它的DNA 然后放进一部仪器 去做一个基因的排序 基因排序 就会与Data Base 做一个对照 如果它是属于 找到烟窩的基因 代表它会有烟窩的成分 另外一个比较普通的 就是有些客人想知道 究竟它用的食物 是不是一些基因改造的食物 因为粟米和黄豆 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 会找到基因改造 亦是DNA这个测试 可以帮到手去查 究竟它是否基因改造 食品测试来说 刚才说了种种很多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生产商或者贸易商 想提高利润的时候 用了一些不容许或者不发的化学物质 或者有害物质 以去减低生产成本 所以为了去确保食品安全 测试的方法 是会不断更新 就是不会说 可能20年前用的方法 我们都会继续用 因为有害物质 少少都已经严重 变成了 其实我们会对测试方法 的检测限度的要求 是会不断降低的 于是乎 为了要符合到 检测限度的不断降低 其实都需要用到一些很精密的仪器 去进行测试 以下都列入了一些比较常常用的仪器 这些仪器 其实都会有更新版 都会有更新版 所以我们同事去做测试的时候 因为如果有新技术的话 其实他们都可能需要出去 去上一些工作室 去学习这些新的技术 去务求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能够达到最低的检测限度的要求 去确保我们的食品的安全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